晚上十八点整 欢迎收看BTV生活频道 十全十美 小布同学 你猜今天吃啥呢 今天 这太没悬念了 豆腐在这摆着呢是吧 对呀 豆腐嘛 那就赶紧吧 对呀 并且这道菜还是有来头的这菜呢 那这来头不想听你说了 听大厨说吧 好吧 来吧 来 有请其大厨 齐金柱从事烹饪事业44年 对传统卤菜 淮阳菜 公平法善菜 多有研究 参与编写了 关东汇翠 中国集菜等书籍 2006年起 用了七年的时间 亲自撰写了 二十云万字的 满汉全席一书 刚才呢 我把这牛也给您吹出去了 我说这豆腐的做法 它从来没有吃过 这是第一 第二 这豆腐的典故 它也从来都没有听过 那下面我呢 我就把这个豆腐 大体介绍一下 好 咱先说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对什么名字 叫夜鹤豆腐 夜鹤豆腐 主料 豆腐 辅料 猪肉馅 海参 蘑菇 虾 香菜 它是满足夜鹤人的民间的一个传统加油 这个史化地就在我们在吉林的四平地区 哦 夜鹤镇 它有那么十几万人口 哦 那咱们就先得炸这个豆腐吧 对 下面先炸豆腐 那把火烧上了 油到上锅点上 不要下多 一次只能下个三分熟空的 哦 因为下多了油温又下去了 对吧 哦 一直让它保存这个四平日的油温 嗯 好了 都捞出来 然后把油再焦热它统一的在一起下里 复炸 好 现在这个黄色其实还有一点像那个蛋黄的 对对对 那个颜色还不算是金黄色 哦 复炸开始 这个豆腐放油里再复炸一遍 为了要它的颜色均匀 嗯 这时候可以关火了吧 好了关火了 豆腐基本都炸 达成这个金黄色了吧 嗯 这回颜色很漂亮 我给你听了 外边很硬 哎 哎呀真是 下面这个就开始 我们是丙做呼吸啊 看这其他厨一点点把这豆腐里边的嫩然都给抠出来了 这就算完工了吗 完工了 完工里边还在 还在箱上 肉馅 炒好的肉馅 好嘞 一会儿我再炒肉馅 那咱现在开始炒吗 还得稍等一会儿 我还得摆那还有两道工序 还有配料 配料有海参 嗯 像这个海参包我刚才说的这个蘑菇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能用其他的代替吗 可以 光看这一道菜的做法就能感觉哎呀真是 嗯 太丰富了 这都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吗 用这么多 那么鲜那么香的原料都放在一起来服务于一道菜 哎呀 好下车咱们也切好了 还有工序 还有工序 还没完 ARD 然后搁点鱼 搁点盐 搁点盐 搁点料酒 或者搁点湿淀粉 搁点鱼 搁点鱼 都搁点坚取 它就搁点鱼 搁点鱼 搁点箱 我搁点油 搁点鱼 还是喝在这个豆腐外边的 豆腐外边的 也是豆腐外边的 做豆腐猫的 好了 好了 下面我们进行这个环节炒肉馅 咱们刚才做了半天都是豆腐外边的事 该做豆腐里边的事了 终于可以弄馅了 差不多有五六成热吧 对 先把肉馅煸炒开 炒一会儿 让它这个肉馅的这个水分的蒸发一样子 那这个炒的时间要长一点吧 嗯 炒干了 把酱油了 酱油 把点酱油 这酱油的量不少呢 三勺吧 对 酱油啊 再炒一会儿 都炒进去这个肉馅里头 入味 我在想啊 你说它那个豆腐是软的 然后里边包着那个酥酥的那个肉馅 吃起来口感特好 好 这时候炒锅 少搞点花椒面 葱姜末和花椒面 再加上酱油 这就是炒肉馅我们放的一些调料 对 再带一点盐 因为是馅儿 所以我们可以口味稍稍重一点啊 对 料酒 来 料酒 好了 哦 这里就可以往豆腐里装了 哎呦 这装也是一大工程吧 对 下面呢就是一个大工程了 因为这馅儿已经炒好了 我们要放在这个豆腐的外衣里边 这是技术活啊 其他叔需要帮忙吗 这个稍等 我先装两个样子 你看一下你们再 再动手 这个瓶子可以 没有 我正在看 一定要装满的 是是是是是否符合我的智商 我先装满的 装满盖盖 盖盖 哎 那我的智商没问题 你可以做好一半 那测试一下吧 啊 团结就是力量啊 在我和斌子的齐心捣乱下 终于已经是码完了 那接下来呢 好 这个豆腐都装完了 要蒸一下是吧 下面呢我们要把它蒸一下 哦 这其实里边都是熟的了 为什么还要蒸一下呢 它凉了 哦 好 把它串一下气 把豆腐串一下气啊 让它回软 哦 回软 这边呢已经开始蒸上了 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 这会儿呢咱也不能闲着 因为上面还有一层 要浇上去的帽 还有一些料还没有下锅呢 接下来呢 咱们是不是要处理这些了 对 这锅里放的是水啊 都给它放进去 这个烫的时间要很长嘛 这开锅就行 这水开上就行 因为这些东西都比较好熟啊 对 这些有点少加一点盐 也来点底口 料酒 两勺料酒 两克盐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至少得有二十多步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虾仁还得滑一下油 然后对 然后那个肉馅咱们得给它给它煸酥 嗯 然后调味塞到豆腐里边 啊 还得上锅蒸 蒸 然后这蘑菇海参还得入一下水 对不对 把它投一遍高水投一投 嗯嗯 这个焯完以后它有磨 哦 哦 有一般有有磨 这是其他厨给我的任务 投尽它 然后把水分攥出来 我先把锅仔这边做这个啊 好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香锅 我看是这什么 葱姜丝还有蒜片 对 等于现在我们才开始正式的做要浇在上面的那个汁 对 过过水的这个 过路是吧 好 葱姜的香味 再加蘑菇的香味 现在已经出来了 对 您说刚才不焯水 直接这么炒行吗 对不行 还是因为这个海参这个会出水是吧 对会出水 而且我觉得蘑菇里边也会有那种土腥味吧 对对对 有个土腥味 刚才就放了点酱油 就放了点酱油 还有料酒 好 然后再加一点汤 好 也就是 您 这 手都有点圆 杀人 这就做好了吗 好 够点芡 打成芡汁 芡汁卤吧 这个汤汁不是很多 都包裹在这个料上了 里汤芡汁好了 一火 好 然后这个豆腐好了也可以 来点香油 出锅之前来一点明油 来点香油 来点香味 好了 然后豆腐好了 是不是也可以拿出来了 还真是 一下就软了 就塌下来了 这个卤子 这个卤子浇上 哇 最后一道工具 撒上点香菜就行了 步骤一 我们先将豆腐炸至成黄色后 捞出再次复炸 将炸好的豆腐挖空 海参 蘑菇 虾 改刀备用 加入盐 料酒 水淀粉 鸡蛋清 将虾肉腌制均匀 步骤 锅中做底油 将虾肉滑熟 下入猪肉馅 加入酱油 葱姜末 花椒面 盐 料酒炒匀 把炒好的猪肉馅放入豆腐中 蒸制五分钟 步骤三 将海参 蘑菇 放入锅中焯水 加入盐 料酒调味 再用凉水洗净 葱姜蒜 炕锅 下入海参 蘑菇 加入酱油 料酒 清水 盐 再下入虾肉 淋入水淀粉 加入食用油 香油 将汤汁收浓 最后呢 浇在蒸好的豆腐上 撒少许香菜来点汁 那么这道特色吃食 夜喝豆腐 就做好了 我先尝了一口 这个白馍 这白馍的味道真是特别鲜 和一般的蘑菇不太一样 它有那种肉感 而且再加上刚才炒的汁 整个都包裹在蘑菇上了 你看豆腐衣 它外边感觉硬硬的 吃起来很有嚼劲 但是里边是软的 还有一点 它刚才蒸完了 回了软汁之后 我们再浇上汁 它把里边的汁的味道 全都吸到豆腐 没错没错 我说下一天要炒酥坦 炒酥坦 把酱油和咸的味一定要炒进去 为什么把肉馅 我刚才炒了那么长时间 把肉的水汽要蒸发了 它才能要酥的感觉 它才能炒酥 然后放酱油才能吃进去 你要不然的话 肉馅倒里一边水分没蒸发 水分很多 再一放酱油汤更多了 对 吸收不了 好嘞 值得尝试 没错没错 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私家菜 欢迎来到这天室美食在私房菜 又有好吃的了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王哥来了 王哥每次都不通手 而且换着饭都给我们带好吃的 一个劲儿表扬你 对啊 因为今天我看见有鱼了 估计又是一道横菜 红烧鱼 差不多 太没创意了 也不完全是 不可能没有创意 我刚想猜清蒸鱼 清蒸吗 肯定不是啊 那应该是什么鱼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老咸菜 酱烧鱼 老咸菜 酱烧鱿鱼 主料 鱿鱼 老咸菜 辅料 火腿 啤酒 祝侯酱 海鲜酱 和蚝油 我们把这个鱼洗干净了以后 如果您要是在意的话 可以拿剪刀 把这些鳍临在这边 我们在意 在意 您可以剪一剪 我剪刀 您说除了鱼鱼 还能用其他的鱼来做吗 都可以 但是鱼鱼我认为 就是在家里做的话 我们一般老百姓居家 吃的这些鱼里边 腥气可能稍微要小一点 比如说比草鱼 比鲤鱼 腥气稍微要小一点 所以我觉得做起来 操作起来又更加容易 比你它肉感也好吃 好 我们再把它划上几道 这刀打得还挺深 对 碰到鱼骨了吧 对 已经将将到了鱼骨了 这会儿还要腌制一下吗 基本上来讲我们不用腌制 因为腌按道子里 我们可以弄点姜汁 或者较点酒 然后给它炸 老咸菜是不是得改改刀呢 对 我们把它切一点丁或者片 当然这都可以了 这因为我们是一个烧制的菜 但是这个老咸菜 因为它比较咸嘛 要不要事先拿凉水 比如泡一段时间 去去这个咸味 也可以泡 但是刚才我讲过了 如果我们要是不割盐的话 就借助这老咸菜 那个酱香的味道 对 如果你泡了久了以后 那盐度和这个咸菜本身的 这个酱的那种咸菜的香味 也要打出后了 对 这火腿要切成跟这个老咸菜 是一样的片吗 对 就切片就可以了 切片就可以了 如果你切丝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切丝它有一个问题 烧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只能垫在鱼的下面 它就不那么好看 刚才王哥的锅里 给放了一点点油 对 整个油啊 差不多有三四分热的时候 不要太热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姜片 姜片 和这个葱 编一编 大段 对 这个时候啊 等到我们编的这个姜啊 香味有一点香味出来 你爆上 我觉得烧菜的话 这个姜你用起来的话 跟一般的姜 又更加浓 姜的味道会更加香 好 这个葱你看 有一点飙着 有点焦黄了 这个香气也是不一样的了 一会我们再烧起来的时候 它也会不一样 这个把它拿出来了 不要了 对 不是要 我们一会还要用这个姜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大料 大料煎一煎 那为什么不刚才一起放下去啊 大料如果时间煎的话 它最后就会焦掉 我们又不想把它 这个大料煎得特别过火 就是我们一会在锅上 能闻到这个大料的香气 就可以入菜了 好了 这个葱它就是焦了 这个大料也很香了 这个是不要药的了吧 这个药 一较烧鱼的时候要用它 对 就暂且休息一下 对 好 现在我们这个锅 再来点油 再油我们来炸鱼 这个油要多一些吗 稍微要多一点 但是在家里做呢 可能我们也不太喜欢用很多的油 这个因为它炉鱼嘛 它小 所以它不用太多的油 这要几成热呀 这个最少都要六成热 就是很热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把这鱼啊 要擦干水分 要不要蘸点粉呢 对 稍微的蘸一点粉 淀粉 对 就淀粉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两面 稍微担一点淀粉 因为油啊 不多的缘故 我们稍微的保护一下这个皮 怕这个皮啊 一蘸底的时候容易掉 轻轻的担一点 就好了 太薄了 六七成热的油温 对 略微有点冒烟了 对 下鱼 在家庭做鱼的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害怕 因为你只要把这鱼擦得够干的话 它不会片 我看到好多 有的在家里做的时候 一塌油放里 马上就扔到里面了 扔里面扔就不管了 对 还很危险 不是 我们不害怕 我们就躲在你身后就行 对 而且你看这个刀口 还真是切得恰到好处 否则的话 可能再切得大一点 这时候就该裂了 这个鱼还在炸火 对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进入我们的一个小环节 就是生活有招 因为今天呢 王哥来不仅带来了一道鱼 还给我们带来一个生活的小妙招是吧 其实我觉得做鱼的话呢 鱼呢肯定都有腥味 对 有腥味的同时呢 而且呢 鱼呢本身呢 它有的香气呢 它会有一些别的材料来帮助它 提升它的香味 我个人以我的经验来讲呢 我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家里 经常做的带鱼 带鱼的话呢 如果你要黄油介入 可能以前我们中国的习惯 不太用黄油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 煎这个带鱼之前 如果我们用一点黄油 把这个带鱼稍微抹一抹 擦一擦 我们再炸出来以后 这个带鱼会非常的香 刚才我说过了 如果你 如果你做鱼的话 你要是放一点猪油 它就很香 但你 那么你尝试一下用牛油 因为黄油 因为黄油是牛油嘛 然后它就非常香 而且你会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那意思就是把那个黄油 那固体黄油 就给它抹在带鱼上 对对 然后你再去炸再去煎 然后呢 它就没有那么腥了 而且它会很香 如果生活当中 您也有一些想不要招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蓝幕族 取得联系 88463907 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 来告诉我们 您的生活有招 另起锅 对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个葱姜 我们放一点姜末 炒香了以后呢 有一点油不怕的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 老咸菜和这火腿 因为那姜 我最爱吃的老咸菜市场了 这也算是给大家介绍一种老咸菜的新吃法 对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 调一点味道 有点风油 这是什么酱 这个是祝福酱 祝福酱 还有海鲜酱 一样来一点 海鲜酱一比一是吧 对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点蚝油 蚝油呢 蚝油可以多放一点 对 你放一点 要不要来点水啊 我现在要啤酒 对对对 油放水 对 大家看 这个酱已经裹到这个肉一起了 现在把啤酒放下去 啤酒 这就是一瓶的量 对 您放一半先 好的 好的 这时候呢 我们再放一点酱油 哎 调调颜色 觉得颜色不够啊 把我们刚才炸过的那个葱和花 那个大料啊 放下去 是吧 嗯 然后呢 把蒜放下去 还有这姜片 放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鱼了 好 大家闻到了 现在这个锅里出来的 就是那个酱的那个香味 哎 那个麦香 出来了 就是啤酒的那个香味 我现在闻的主要是啤酒的那个香味 对 哎 颜色再来一点 调一调颜色 需要它调成那种酱汁的那个 对对对 刚才要把这个香菜梗放进去了啊 好 这样小火 我们稍微在碗里点一点糖 大家知道糖这个东西啊 其实在烧菜里边呢 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糖可以平衡的盐度 嗯 还有把尤其你浓郁的这些复合性的味道 糖可以把这些复合味道的点 全部均衡掉 哦 嗯 七八分钟的时间 我们要稍等一下 先盖上锅盖耐心等待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这一道菜啊 这个调料用的还是挺特殊的 不知道您记住没有 其中一个最关键呢 就是我们用的啤酒 一滴水 一滴水都没有放 完全用这个啤酒的香味把它给这个烧出来 另外呢 我们还用了三种酱 分别是海鲜酱 猪猴酱和这个蚝油 差不多的比例呢 就是一比一比一 蚝油可以稍稍的多放一点 这样能够起到去腥和增香的作用 哎 时间到了 这汁已经收得挺粘稠了 对 还用再收吗 还要收 我们这个菜啊就不打歉了 嗯 大家能希望那个收粘稠了以后呢 能把那个火腿啊 还有刚才我们放的那些香料啊 还有这个老咸菜的味道 嗯 都烧到这个鱼里面 先把它 哎 出完火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这就准备出锅了啊 我们把这个火腿啊 还有一些葱 这个葱其实也挺好吃的 嗯 哎 蒜什么的 我们放到底下 哦 不给它铺到上面 对 不铺上面 我们把这条鱼 看来看还很完整的 嗯 放到上面 哎 哎 哎 然后上下有汁 对 再熬咬 再熬咬 熬它黏一点 然后我们慢慢把它给 淋上去 大家记着 我这条鱼啊 做的过程当中呢 我一滴水都没有放 这所有的液体的东西 都是啤酒来的 对 五六一 先将鲁鱼处理干净 盖花刀 咸菜火腿切片 锅中做底油 下入葱姜 大料煸炒之后 捞出备用 五六二 锅中做底油 下入鲁鱼擦干水分 撒上淀粉 下入锅中 炸着青黄色后捞出 五六三 锅中做底油 加入老咸菜和火腿片 一起煸炒 下入猪猴酱 海鲜酱 蚝油 倒入啤酒 加入酱油 下入炸好的葱 大料 加入大蒜姜片 倒入炸好的鲁鱼 一起烧制 加入糖调味 烧制七分钟之后 咱们抢肉捞出 大火把酱汁收浓 最后浇在鱼身上 这道诱人食欲的老咸菜 酱焯鱼鱼 就做好了 我刚才吃了一口火腿 还带了一点鱼肉 这鱼肉就别说了 特别的入味 表面上有一点点酥酥的感觉 而里面 肉里面都包裹汤汁了 这么好的一道菜 发奖吧 发奖 送给王哥 千元大礼包 送给您 谢谢王哥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私家菜主 到我们这来露一勺 把您的私家菜 和我们共同分享 可以不打栏目热线 88463907 打电话报名 您也可以用一道菜 换取我们的千元大奖 没错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还有官方微信 同时呢 也欢迎所有热爱美食的朋友 来关注我的公共微信账号 冰法美食 让我们一起吃的有道理 这就是今天的晚饭了 你看你 给你倒上一杯 好 这个是我的 好 晚餐一块 拜拜 好 白旧菜羊西宁尖染鸡 可谓是秀色可餐 鸡腿肉鲜嫩糖黄 再搭配上新鲜的南瓜籽 别有一番春季好味道 清爽酸甜的西宁汁 解腻开胃 口味是香得益彰 绝对值得一试 私家菜 那可是用豆渣的新智慧 把豆渣当油酥 当原料 只吃豆香不见豆渣 那口感和风味都非常的棒 广东香肠与胡萝卜的搭配 口感咸鲜回甜 让您呢 吃了就忘不掉 好 好